欢迎收看金灵天下现在5G呢 还有AI人工智慧以及自驾车呢都快速在发展 所以对于一些像是高速或者是高速运算 或者是高频的这个需求呢也在上升 相关企业呢纷纷投注了第三代半导体的一个开发 那么为什么第三代半导体会让企业趋之若鹜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呢 为您邀请到资深分析师林幸福 那么幸福哥来跟大家解析 幸福哥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先请到幸福哥 我们经常听到第三代半导体 它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台湾一定要往这一块发展呢 其实简单来说啦 它可以说是一个算这几年新开发出来 而且慢慢投入我们实际应用的材料 你可以发现了 这边它的应用非常的广泛 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只要你这个相关的产品 它是必须要有大电流或大电压的需求 那其实都适用所谓的第三代半导体 比如说呢像风力发电 太阳能 这些都其实还有包括像电动车 还有不断电系统 甚至包括像输电网路 铁路等等 其实它应用的范围是非常的大 非常的广 那我们讲的第三代半导体呢 主要会分成两种 两种 一个叫碳化系 一个叫所谓的淡化夹 那其实这两个差别呢 主要是在说 一个是属于高压的 碳化系是高压 就是上千伏特的 那这种其实 其实在现在越来越多的 这个所谓的不管是电动车等等 其实他们的这个电压是非常大的 那传统的产品来说的话 可能就不堪负荷 或者说效能比较差 所以就必须要用所谓的碳化系 那另外的淡化夹 主要是用在通讯 它主要是高频这个区块在用的 所以它们两个呢 虽然都叫第三代半导体 但是呢就是物理特性会稍微比较不一样 那一般来讲的话 这两个东西呢 它的应用面 一个在车用 大概34% 电源供应24% 另外呢还有包括像太阳 我们刚刚看了 航太军工也用得到等等 其实这个是主要的应用范围 那我们再往下看 其实呢 在下面一张来看的话 这个是一个非常直觉的图示 我们给大家看 比如说像现在电动车 如果你用传统的动力模组的话 比如说用之前 这个第一代的这个半导体 做出来的话会这么大一个 这么大一个 然后呢 你改成第三代半导体之后 这个体积大概只会 缩小 缩小到四分之一 对一半都不到 对对对对 一半都不到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 除了体积变小之外呢 它的能耗也会变得非常的少 这边字比较小 念给大家听 它能耗的耗损 大概可以减少七成以上 减少73% 如果你用原来的C SI这个 你现在用SIC 就是碳化系来做的话 它的能耗呢 可以减少大概73% 所以这个是除了体积减少之外 另外一个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电动车 采用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所以呢 现在很多的大厂 你可以发现呢 像国际性的 像罗姆半导体 安森煤 德宜等等 这些越来越多的厂商在做 那台湾来说的话呢 我们有做一些所谓的代工 包括像什么基板 雷金等等 其实甚至包括像连台积电 都有这一方面的业务在进行 也就是说呢 其实对于新的材料 因为过去它是因为贵 那开发生产不易 但是现在随着技术越来越进步呢 这个价格已经慢慢降到了 厂商可以接受的成本 那电动车也越卖越好 越卖越多 所以厂商采取新的成本 它的一个意愿就会越大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你刚刚提到电动车越卖越好吗 这里有个数据就是 国际能源总署的估计 今年这个新能源车的出货 会挑战1400万辆 年成长的幅度呢 是达到了35% 所以第三代半导体 是在这样一个 供不应求的情况之下 台湾有哪一些相关的概念股 可以因此收回呢 好的 那我们刚刚前面讲 就是它可以分为两个区块 就是说它上游再生产 这些原材料的部分 叫第三代半导体 那台湾呢 主要分为两大集团 两大集团 一个呢 叫做汉民集团 那其中有包括像汉蕾 加金 这是一个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是中美金集团 里面呢 就有茂系啦 环球金等等 那另外大概 比较独立的厂商 像台亚 它背后的是 大股东是 日本的日亚化 还有太极 等等这个部分呢 也有在生产 那你可以发现 其实 这些公司呢 绝大部分 今年其实到6月来看的话 营收呢 是没有特别说 成长很大 因为今年上半年很多的电子产业 其实都还在调整库存 好像年成长速度还是 就是衰退 跟去年机器衰退的比较多 对对因为去年机器比较高嘛 那今年很多厂商还在库存调整 不过呢 慢慢的 其实有一些公司呢 它最近已经开始呢 有法人开始回补 不管是外资啊 或者说像投信 最近都有开始回补 对 那我觉得 这个可以分成两块来看 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 第三代半导体 那另外呢 因为 这个部分呢 是用在所谓的电动车 它的用的比例是最高 所以台湾呢 目前在做所谓的车用二级体里面 大概有这三家公司 分解是蓬城 这也是属于中美金集团的 另外还有强帽跟台办 那以营收这几家公司的成长表现来看的话 是以蓬城 6月的营收成长幅度有5成 有5成以上 表现最好的 那如果说以筹码来说的话 外资跟投信一起买的 应该是强帽跟台办 强帽跟台办 所以呢 虽然说最近 可以看到 包括外资还有投信 都是站在买房 对 那当然因为最近AI很强 所以呢 像是车用二级体这些公司的股票 好像没有说一下子 就是连续大涨很多 但是因为毕竟 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电动车其实今年呢 整体的成长率 应该都还有三成以上 所以我觉得在资金轮动的过程里面 如果说它刚好休息 那慢慢的 如果下半年 整个库存调整的 差不多 营收又可以回不到正成长的话 我觉得这些个股呢 或许短时间之内 它不会马上冲出去 但是大家可以列为你的口袋名单 列为你的自选股呢 持续去观察未来的股价变化 那如果说 刚刚分这个车用二级体 第三代半导体 这两块要怎么样去观察 就是有比较 哪一块是特别 可以更关注的 应该是说 其实他们有时候在涨 是都全部一起轮动 只是说 常常在说 第三代半导体是比较偏上游的 那他们做出来的元件呢 会给中下游的这个车子 车用二级体去使用 所以其实这两个区块 大家可以连带一起看 通常不管是上游或下游 一些动起来 它彼此之间呢 连动性都会是非常高 好 刚刚除了这个第三代半导体之外 在最近大家特别关注的 还有在网通族群的一个部分了 那么网通族群 当然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力度 来自于美国总统拜登 他公布的宽频网路基建计划 说呢会提拨超过420亿美元 要打造一个高速的网路 那么也要请教幸福哥 最近网通股是强势有在上涨 是在反映这一项的这个题材吗 那么已经上涨的一个情况之下 后续的这个续航力又要怎么观察 好的 当然这个最近网通股呢 表现也非常不错 主要呢 除了像拜登这个所谓的基础建设 他说要准备提拨420亿美金 这个高达有1.3兆的新台币 来打造全美高速上网的网路 这样的一个环境 所以呢 以台湾来说的话 像郑奇啦 仲奇 郑文 对这些公司呢 他们都有机会可以收费 那我想主要原因就是说 第一个 因为现在这个网路安全 大家越来越重视 所以呢 基本上可以排除中国大陆厂商 中国大陆厂商呢 他们之前蛮多产业 就是他们用低价去抢了一些订单 所以让很多其他的这个 包括台湾厂商 可能因为不堪用这么低的价格去竞争 所以上市了一些商机 不过这次来看应该会把中国大陆厂商呢 基本上先做排除 所以台厂的利益点就比较大 再来的话呢 我这边有抓了一张 这是之前美国他们做了一个统计 就是说呢 到底哪个地方 他的一个上网普及率是比较高 你可以发现 比如说在中西部 这些大家知道 这边可能大概就是稍微 土地比较广阔啦 可能有很多的是 可能是以这个农业为主的一些州 其实呢 他们的这个宽频上网的比例是相当的低 他们有这样统计过 大概全美现在大概还有 大概一亿左右的人 还没有办法进行宽频上网 所以为什么拜登要积极来去做 这样子的一个建设跟补助 因为其实在中西部地区呢 很多地方 他的上网其实还不是这么方便的 其实普及率高的是比较深蓝色 还有黑色这一块 其实他的比重反而很小 大部分都还没有那么普及 对因为东西岸 他们基本上就是人口密集度比较高 而且是比较高度发展的地方 所以像比如说这边可能就是纽约 然后这边有西湖 对对对 所以其实跟地区性也有差别 那中西部因为地广人稀 所以他普及率就比较低 但是既然国家要建设 那我想其实这个商机也会 未来成长性很大 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其实这一波呢 我们刚刚前面讲到 除了这个 美国的这个政府出来补助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现在非常夯的所谓的AI 那大家去想想看 现在AI它运用了非常大海量的数据 不管是在训练的过程 或说你问他问题 他帮你找出答案 其实他要去网上抓非常非常多的资料 那这些呢 非常庞大的资料 一定要靠什么 一个更快速 而且更方便的网路系统来去做传输 其实呢 网通这一波也是有算搭上AI的潮流 不然的话 你说这个数据量这么庞大 如果说我这个上网速度很慢 那真的是缓不济急 所以呢 不断不断的这个网路系统在更新 其实也让我们的这个所谓的AI 未来的这个应用上会更方便 那我们这边有帮大家简单做个整理 就是说 目前啊 以台湾的这几家厂商 它出美国的比重 我们这边简单做了个排序 当然 以现在美国的补助来看的话 当然是越高越好 就是因为如果我要吃到美国这块上网 我的在美国的营收占比越高越好 对对对 所以就是众奇中雷 企迹这三家有六成以上 对对 我觉得其实五成以上 像明太正文也可以看 而且这个很特别 就是其实我一个网通产品 不是说我今天做出来 就马上可以推到市面上卖 比如说像台湾 你要在市面上推款新手机 你可能要NCC先审核 里面的设计功率等等 那一样的 如果说我做出这些网通产品 要拿到美国的市场上去卖的话 其实可能也要经过他们一些 比如说像网路安全机构的审核 所以如果你过去已经有在美国销售的这些实际的成绩单的话 可能你未来要吃这一块商机就会比较快 不然的话如果我从送审到真的通货可以卖 可能至少三个月甚至半年以上时间 可能这商机可能一开始就不会马上吃到 所以本来为什么说要去挑已经有在北美甚至美国出货比重比较高的主要原因在这里 因为他其实还是有必须经过主管机关审核的一些这个情况 那当然这个中间不会说你今天送明天执照就出来了 还是要一点时间 所以这个可能是也是近期 这个网通股 特别是这些比重比较高的 超过五成以上的比较受市场关爱的这个主要原因 所以这张表也可以提供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去做个参考 当然除了在美国的营收占比可以参考之外 其实他们自己现在本身的业绩到底怎么样 其实跟刚刚我们看那个第三代半导体比 今年以六月来看的话 虽然可能YY有些是还衰退了没有说 可是整体到今年上半年的累计 其实很多其实都是正的 都是正的 对对对 很多上半年电子产业都还在库存调整 但是很多的网通股 它其实今年上半年累计的营收 是正成长 对是正成长的 甚至最近有很多的一些个股 投信加码还非常的积极 加非常积极 比如说像是我们刚刚看的 比重比较高的 像中雷 企机 都有333张 8000多张的一个买盘 外资都在布局 对都在布局 那致意甚至是外资跟投讯一起买 一个买1700张 一个买2000张等等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张表里面 我们就简单的把 目前在市场上 就是网通股里面 销售北美 销售美国的比重比较高的把它列出来 因为其实很多的5G或是AI的概念股 最近真的真的是涨翻天了 涨翻天了 那以网通股来说的话 虽然最近也有涨 但是他们所累积的涨幅 或者说他们股价最近的表现 比较没有像说 这个AI可能已经涨了五成 涨了一倍 甚至有的涨了两倍三倍 股价的位阶也好 或者说最近的激情 相对可能还没有这些AI概念股这么高 但是它也可以说是未来AI的收尾股 那再加上有美国政府的一个补助的话 我觉得接下来下半年的营收跟获利表现 应该还是有机会可以持续成长的 所以网通股在下半年的业绩表现 还是可以值得期待 我们很谢谢幸福哥来到节目跟大家分享 也祝大家都操作顺利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